化安全黎巴嫩2700余吨硝酸案爆炸,伤亡惨重 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6时左右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巨大爆炸 多栋房屋受损,玻璃被震碎,天上升起红色烟雾 黎巴嫩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巴斯·易谷拉辛表示 港口仓库中储存着可燃化学物质 黎巴嫩总理证实2700余吨硝酸案发生了爆炸 他强调,2700余吨硝酸案在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条件下 存放在仓库里长达6年之久 这是不能被接受的 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的地球物理学家唐布·莱克曼说 爆炸的大部分能量都流向了空气和建筑物 没有足够的能量传递到地下的岩石中 这意味着,这次爆炸的实际威力要大于3.3级地震 为仓库设住水屋面或在仓库屋面上设置冷却水管 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时喷水降温 使仓库内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以下